顶寒流捕乌鱼,鱼民落海两失踪 直升机来回盘旋,搜寻着落海渔民 彰化线西乡有三四十年捕乌鱼经验的六十岁渔民黄志柔 前天顶着强烈寒流,带着印尼籍鱼工撒乌地同船 儿子搭另一艘交伐出海,捉捕靠岸避寒的乌鱼 儿子一约定傍晚回到温仔渔港,但渔民却未归 家人沿岸搜寻,发现交伐漂流在肉粽角岸边 锦销从前晚开始搜救,救难人员出动直升机 海巡出动巡逻艇,情有出动渔船,海巷太差人搜寻未果 这也没出用 这跟大约就煮到这么多的地方 昨天你又来,但是2005号 家属怀疑,渔民的交罚可能在离岸两三公里处时被渔网卡住 他因应用刀割被大浪打中渔船造成反复 用新闻彰化报导